GST实施后 都起似乎样样都贵 样样都长 这位小市民的你和我 都感受到了生活压力 大家都说 生活负担经上加经 除了省 只能省 还是省 不过到底该怎么省呢 还没有想到 不知道 现在就 哎呀很烦啊 就是很烦啊 要买这样多咯 这样贵 样样东西 就是省 省就对啊 应该要买的 要吃的 我们就买 比如穿的 比如省的 免的都免的 出去玩都是local的啦 没有去到 很少去到外国了 早几年前的时候 因为有那个 AXIA free ticket 我才有去玩 现在没有 这些省钱方法 我们好像都知道嘛 但就是省不了多少钱啊 还有没有更特别的方法呢 蛤 果皮哦 不要喝果皮了 因为茶色都要算GST 很可怜哦 两个人一杯 没办法了 憨憨的啦 一杯两杯 两杯 碰碰碰碰碰 搞定嘛 看大家分享的头头是道 这些省钱妙计 到底可不可行 还真是需要 好好的再斟酌 不过人人人都喊着要省钱 可就哭了经营小本生意的小商家了 我们的生意是 before跟after很 分别很大咯 total我们拿几多啊 又6%嘛 就是很 我们起顾客 顾客又生气 就已经很难做很多 今年新年也是很难做嘛 新年 那生意啊 差不多就有40多巴仙 50巴仙都有 一般的差不多 他们讲就说 看看下 看看下 看有家 他就不要买了 就走开了 小市民怨声载道 商家大吐苦水 除了勒紧腰带 节衣缩食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一些网友就直言 与其辛辛苦苦省钱 让日子难过 还不如想想办法 把省钱大计 转换为赚钱大计吧